畫面中可以看到汽車車尾凹陷 車頭也撞得面目全非 火到三號南下414.3公里 二十號晚間九點多 發生連環撞的車禍 造成一名兩個月大的嬰兒 當場失去生命跡象 其他四位民眾也有受傷 警方調查後指出 王庭駕駛自撞忽然後 停在內側車道 後方車輛一次沒注意到路況 直接撞上 這時另一輛汽車閃避不及 也發生追撞 造成三車連環撞 一個小白光 可能是他們三台車撞在一起 等我 等我靠過去的時候 我那時候時數大概一百 一百一這樣 等我靠近的時候已經來不及了 我今天煞車踩住開始閃了 可是閃不過我右邊還是插到 車路當下現場交通一度受阻 在大約一個小時後恢復通車 警方事後實施酒測 除了還在治療的王姓駕駛外 其餘當事人都沒有喝酒 過去的肇事責任 還有在相關單位釐清